水好清啊 对 这里的水非常非常的清啊 我们的青 我们的麦小青 看到了 然后我们的阿达凡看到了 我们的虎看到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麦小青 闪面反扣了两波啊 然后阿童帮我们直播间 扣出巴巴巴的朋友 撒上一把啊 然后祝刚刚看到这个 大鲸鱼的朋友 年年有余 帮你们来上一把 直接抓就还可以 还需要钓吗 不能抓啊 我给你吃你也不会吃的 对的啊 星期八 然后你那个前半部分是对的啊 不让吃 然后后半部分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是 这个尺子里面是没有你说的 那个事情的 我看到没有鱼鳞的鱼 对这边这里面还有一个 有那个什么有纹身的鱼 那个有纹身的鱼 长得老奇怪了啊 这有毒吗 这又没有毒 但是不让吃啊 谢谢我们的野狼王送的玫瑰 欢迎新下来的朋友们 主播露脸看一看 好奇阿童长什么样的 去看一下阿童的作品好不好 有露脸的视频 谢谢我们的憨老头 谢谢我们的舒云泉 如果吃了会咋样 如果吃了 如果吃了那个 如果吃了会那个 吃了会挨打 鱼可以钓吗 咱们不吃 就是钓上去 然后再放了也不行啊 蛮不行的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鱼啊 是不是 这就是菜市场卖的那种 裸斑鱼是吧 这我也不认识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鱼 这个鱼有没有认识的 你看这个鱼的品种 这个肯定不是鲤鱼 然后也不是草鱼 这个鱼是鲨鱼 有认识的没 认识的把他的鱼名 打在我们的宫廷上 好不好 好吃 吃了那个 吃了会 吃了会那个呀 吃了会挨打呀 张小慧 会挨揍啊 三道林 鲰鱼 鲁鱼 大头鱼吗 然后活鱼 天哪 那个什么 我们的这个谁打的活鱼 我们的这个 清新淡雅 打的活鱼 对 就你打的这个是对的 标准的 其他的对不对 我不知道 反正你那个活鱼 我肯定是对的 裸飞鱼是吧 那是鲫鱼吗 泥鱼 那个是什么鱼 我也真的说不上 真的说不上 我也不认识 青江鱼 泥鱼 熊鱼 天哪 绵鱼 水煮活鱼 坏了 不能给你们提问 给你们提问了 你们就不得了了 就就那个了 就开始活鱼气氛了 让邓刚去钓 是吧 你看 就第二波扣邓刚了 邓刚到底是怎么回事 邓刚是不是我们那个抖音上 抓鱼 钓鱼特别厉害的 捞出来看一看 不捞了 捞了的话 他肯定反抗 他反抗的话 他肯定会受伤 所以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伤害他 好不好 谢谢我们的 小心的观众 帮你来上一把 这鱼肯定好吃 水好干净 这个不能吃啊 这鱼反败 这鱼不能买啊 饲料未多了 污染水 但是你看我们眼前的这个水 不是很轻吗 这鱼不能吃的 对 这个鱼不能吃啊 怎么不能吃 我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 你们后花园种了一株 你们特别喜爱 特别美的这个花朵的时候 我要去折 你愿不愿意 愿意的朋友扣一把 愿意不愿意的朋友扣一锅 铺子好不好 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会说到这个问题 跟我们眼前的这个 大部分的这个鲤鱼 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这个鲤鱼 是我们藏族朋友 特别保护的 然后 而且 哎呀 你看这个好大 这个好大 天呐 看到没 看到没 刚才那个好大哦 跑啊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鱼的话 就生活在我们藏族的村子里面 你想想 人家 这么一带一带保护的这个鱼啊 你来到了人家的这个村子里面 想要去伤害人家保护的这个鱼 你想想 人家会不会愿意啊 只可远观不可泄望 对不对啊 愿意 还有人扣愿意的 所以啊 我跟大家说 没办法 人家保护的东西 你要去伤害 肯定就会 怎么说呢 不欢而散 会惹上麻烦 对不对 藏族人可以吃吗 藏族人不吃鱼啊 藏族朋友不吃鱼啊 谢谢 就这样吧 谢谢我们的鱼以上钩 大家听着风声大不大 大家听着风声大不大